第七届南岛国际美术奖开始争鉴咯 南岛国际美术奖以南岛语族、人文脉络、山海自然、环境议题及生活记忆等元素进行创作 这届将以争鉴的方式补现媒财国籍评选出十组艺术家 并以布展的形式展演创作品 另外奖金也提高了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第七届的南岛国际美术奖开始争鉴咯 南岛国际美术奖是以南岛族语的人文脉络 山海自然、环境议题以及生活记忆等元素进行艺术创作 而这届将以争鉴的方式 不限媒财国籍评选出十组艺术家 并以布展形式展演创作作品 另外奖金也提高了不少 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就是我们会用争鉴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从六月以后争鉴到七月以后 那增监会有人送件之后 然后会负责 负责会选出十位 然后到美术罗里来 这个部展 然后最后决选选出三位 那这次比较特别是选出三位之后 我们会有奖金四十万 那入围这十名都会有差不多倍十二万 也就是说你如果又拿到首奖的话 反而会有五十二万的奖金 所以是被风暴的奖金 这是我们今年最大的变革 就是改变了以往的 拿到国际美术奖的祝春的形式 然后变成一个增监 这个是现在当代艺术的一个趋势 所以高美观也是这样 北美观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今年改成这样的模式 报名彩线上报名增监 详细作品规格 可以参阅2022南道国际美术奖的简章内容 而报名期间是从6月1号到7月1号为止 欢迎踊跃参加 介诚恩如台东市报道